新疆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也有很多充滿人文色彩的地方 像是我去過的北疆、喀拉斯、和睦 這些地方都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吐魯藩、哈密 中間經過的這些山、地形 到後面的獨庫公路 到現在到了喀什 其實它充滿了非常多的人文色彩 以及所謂的天然的風景 那我們這支影片想要來聊聊 關於新疆的美麗以及它的哀愁 嗨! 哇不!我現在人在高台民居裡面 這邊都已經被搬遷掉了 算是個廢墟吧 其實今天想要講的東西是關於 新疆的議題 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 BPC CNN 在講的 這些 威吾爾族 集中營 他們的 的事情這樣子 那其實 我在 在新疆這兩個月以來 我有不斷地去 稍微做點採訪 然後瞭解 這些相關的事情 那 以下的 事件 都不會有 我採訪到對象的畫面 聲音 因為 我覺得我必須要保護他們 然後我也得 所以 我自己要轉述這些事情 對 所以 如果 這支影片的談話內容 讓你覺得不舒服 請儘管按不喜歡 OK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關於 再教育營這件事情 再教育營這件事情 其實 是真有其事的 而且 它的規模不斷在擴大 它最大的本營 分成兩個 一個在北疆 的 克拉瑪伊 外圍 另外一個在 南疆 的 塔克拉瑪幹沙漠裡面 那 其實在我 進新疆烏魯木齊的時候 我有遇到 集中營 只是我沒有 我沒有意識到它集中營 因為它被 工業區給 隱蔽起來 它藏在工業區裡面 但其實它根本不是工業區 因為 我看到那個工業區裡面 它有大量的 巴士 而且有大量的 鐵絲網吧 整個溫水區圍起來 那就我所知 就是它在打板 那個地方叫做博騰工業園 那個地方叫做博騰工業園 真的讓人蠻不舒服的 那為什麼我會 想要 去採訪跟 採訪到這些事情 其實 我一直覺得 這是 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 不管你是哪個國家 哪個地區的人民 都是一樣的 那 最讓我難過的是 其實 在我探訪到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跟一個 少數民族的朋友 他也是信仰伊斯蘭教的 然後 我跟他說這件事情 他說 這些起因 大部分是來自於 維吾爾人的 可能像是七五事件 或者是 毅力的反動 那 變相的導致 所有信仰伊斯蘭的民族 全部受到影響 所以其實 新疆集中林 並不是只有關著 維吾爾族的 而是 維族 哈薩克族 卡吉克族 這些族群都有 那 我其實 當下我是很試探性的問他說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就是關於 在教育營 然後新疆人權破壞這件事 其實 他 握著我的手 然後哭了 因為他跟我說 就是 終於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他一直以為 沒有人知道 然後 國際上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中國新聞都封鎖 他以為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他以為 他們被世界遺忘了 他緊緊的握著我的手 跟我說 原來還有人記得我們 原來還有人知道我們 是 這樣子被政府對待的 因為 他覺得很無辜 可是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些事情來自於 當年的 七五事件以後 新疆的七五事件 是一場由維吾爾人引起的 動亂 那最主要當時的原因是 來自於 政府沒有將 當時引發的 數起的 違漢糾紛 處理好 所以導致整個 維吾爾族 對於 漢人有仇視 所以當時在 這方面上 是有產生了一點問題 再加上後續完全沒有處理好 變成整個 大暴亂這樣子 那其實 當下那個朋友 握著我的手 跟我說 終於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其實他哭了我也哭了 因為我覺得 我聽了這麼多事 我真的覺得非常難過 像是 所有的新疆人是不准出國的 這點可能 有沒有包含到漢族 我並不曉得 但是他確確實實的包含著 維吾爾族 是不能出國的 只要你出國 你就會被送去集中營 你只要趕回來 你就會被送進集中營 所以 也有大量的 大量的留學分子 他們不趕回家 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他們一回去 可能就會被送走 就會再也聯絡不到人 就像是我那個朋友 他的弟弟 被送進去之後 就音訊全無了 對 然後 他 也不能夠 離開 新疆 因為 要離開新疆 新疆的關口 有匆匆的監察 幹了 無警車耶 對 就是像這樣子 一些重重的監察 所以 你也離不開 這個地方 你就被鎖在這裡 其實我當下聽的真的很難過 因為 他們沒做什麼事情 就必須要遭受到這樣的對待 並且 並且 在 開始執行嚴格共喊 跟去醫次蘭化之後 所有的清真寺不准禮拜 所有的 阿文都被禁止 然後 所有的 可蘭金全被沒收 只要有被找到 你全家都不見了 把你全家送到集中醫裡面 再教育學校 進行再教育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2020全面小康 打贏脫貧空間戰 這個東西 那 在少數民族地區上 是怎麼做的呢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那些 父女 哭著說他們的小孩 被政府爐走的原因 就是 他們將 牧民 或者是你的家庭 全家送去 工作 送去工廠 那 薪資 可能也沒有很高 但是因為全家都去工作 所以可能有達到脫貧標準 那 全家去工作怎麼辦 小孩沒人顧 就把小孩強制送到很遠的學校去 去讓他上學 那如果家裡是 放牧的 有牛 有羊 有馬 就強制 將你所有的馬 賣掉 將你從 山上的毛沾房 那些地方趕下來 然後 給你一個 組合屋組 可是他們原本住的是 他們千年以來習慣的毛沾房 就給他們的一個組合屋 冬冷 下熱 住在裡面 為什麼人沒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 那其實相對來說 新疆的安檢 跟一切的人身檢查是 是 在中國地區最嚴格的 它限制你身上很多東西都不能戴 打火機 然後 指甲剪 文具小剪套 這些都不能戴 在你日常生活中 需要用到的可能 會造成的 刀屑或者是 長條狀的 那個 螺絲旗子那類的 都不準允許 那 這些檢查 讓人民非常的不方便 因為 中國的 一切都需要靠身份證 所以變成是 這些檢查還落實到了你的 住宅小區 電梯 任何地方 你都要刷身份證才能夠通過 那 就會很 很不方便 因為如果你就忘記帶身份證了 那就會產生 很難很麻煩的問題 對 那 這種檢查 是對所有人都一樣的 但是對 維吾爾人會更加的 嚴謹跟 繁瑣 甚至是對於少數民族都會 只要長大不是漢人臉 對 那 有些人說 新疆是他覺得最安全的地方 這句話我目前只從 漢人的口中聽到 我從未在 少數民族的嘴巴裡面聽過這句話 原因是因為 在地的 少數民族的朋友跟我說 這種檢查讓他覺得很壓抑 他覺得 狗 都生活得比他好 狗自由自在的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 可是他呢 哪都不能去 所以他 很痛苦 他很想要逃出去 可是因為他又是在地的人 他又是新疆人 跑不掉 那 有些話我聽了我更覺得 生氣 跟無奈 就是 很多人說 這樣很好啊 警察很多 檢查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過得很安全的生活 可是說這些話都是漢人 因為 你們並沒有遭受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 都沒有遭受到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我長的是漢人臉 所以 有些時候會覺得 你們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才可以說這種話 就像是他們說 他覺得 很多漢人覺得 再教育也是必要的 把這些人丟進去 因為他們對祖國有 祖國 祖國有 反動思想 有 仇恨思想 所以 要把他們丟進去 再教育 然後來 犧牲大部分民主 的 權益 將整個民族都 肅清之後 來換取 大部分人民的安全 其實我很不想承認 我跟你們是同一個族群 同一個文化 同一個原流的 這並非是我們祖先教我們的東西 肅清 再教育 你以為你希特勒嗎 還是吃蜂蜜的熊 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真的 那關於之前大家看到一些 什麼 維吾爾族少女 你強迫家裡漢人 這類的 其實我在想 那應該是跟政府鼓勵 維吾爾同文明有關 因為 維族跟漢族如果有同文的話 政府會給予很多的 金錢上的補貼 房子的補貼 然後工作 減稅 亂七八糟 所以 有些女孩子可能為了自己 家庭 來散家裡生計 所以 選擇跟漢人結婚 而且是不願意的情況下 相信是有的 那我相信也會有 純真美好的愛情 但是 也許 那個新聞捕捉到的就是這一幕吧 那場白了 其實 最主要我會想做這支影片 是想要告訴大家 關於新疆的美麗 與哀愁 那 對於什麼 什麼顛覆 中國政府 或者是說 什麼 獨立啊什麼東西 其實 一點意思也沒有 關於這支影片 其實我會拍這支影片 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注意到這件事情 特別是那些 正在從中國 翻牆過來看的你們 也許你們不會看啦 也許你們一開始就按Dislike 對 我想要讓你們知道是 你們的政府這樣對待著你們國家的民族 然後 你們還覺得這些東西 真的是所謂的 必要之惡嗎 還是只是因為 你們不是受迫害的那個部分而已 我希望是可以讓你們 可以更去關心 你們國家的人民 愛護他們 照顧他們 協助他們保存他們的文化 協助他們保存他們的歷史 這樣子你們才能夠共存 而且才可以存在的長久 好啊 如果你 喜歡 不喜歡這支影片 我不在乎啦 真的 這支我真的一點都不在乎 儘管按Dislike 但我希望你Dislike的是 我影片所告訴你的 這些事實 的對象 對 歡迎 歡迎 分享 歡迎 留言 我們可以 持續的討論 持續的進步 持續的交流 我是阿布 再見 那其實在 這裡面我們還發現了一個 他們的宗教宣傳 那詳細的 我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放給大家看 宗教指導力思想 主要表現形式 我來看吧 我們會把他分享 一種方式 我們會把他做的 我們會isine好 剛好 像 一種方式 我們會把他做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